欢迎大家来到优化教育水彩插画人物的 古风水彩插画人物的公开课课堂 欢迎大家 在上一周呢 我们同样一个素材图 画了一个卡通版的小哥哥 然后大家在上一周一字投票决定 我们这一周同样的素材图 我们在画个不一样的风格 画一个写上的风格 石风的古风小哥哥 所以一样的素材图 它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这都是属于咱们古风插画课程里面的一个技巧跟知识点 所以不同的呈现方式 只要你学会了技巧的话呢 在使用上面应该来说是不是很难的 那你们会更加喜欢写实一些 还是喜欢这种偏向于漫画风一些呢 喜欢古风写实一些的话 敲一 喜欢漫画风一些的话 敲个二 这个就是偏向于漫画卡通版的 然后会把人物进行的一些漫画处理 比如说眼睛会大一些呀 会显得bling bling一些呀 还会有一些这种画面的 画面的一个插画感 有一个它的设计感 有一个这个镜头的众生感 风格是不一样的 但是知识点呢 在技巧上面好 绘画技巧上面也是不一样的 更喜欢写实的是吧 嗯都可以啊 好 上一节课呢 因为我详细的有教大家如何去画线稿 线稿它的绘画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你是眼睛 你看刚刚那个素材 你是眼睛画大一点呢 还是眼睛画小一点 这就决定了你这个人物 会不会更加的写实 或者更加的有卡通的感觉 那在上一节课的话 你们在公众号 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看一下好 诶 诱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你们看一下 关注诱化教育微信公众号 然后你们回复水彩素材图 就可以拿到今天上课图片 然后回复水彩作品 作品图 就可以拿到我们经历 我上一次上课的这个已经画完了的 你看在21年 画完了小哥哥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素材 在素材图里边呢 你看你可以拿到今天的这个高清图片 那要现稿的同学呢 你就加科夫老师的微信 让他把现稿发给你 我们科夫老师的话是在 公众号的底部菜单 有一个专属科夫 加到科夫老师就好了 那么上一节课的录播怎么找呢 上一节录播在这个视频回放里边 视频回放 然后点击水彩 我们是水彩公开课阅读原文 能够在我们的那个目录里面 就可以找到上一节课的录播 在上一节课我有教大家如何去处理 古风插画的线稿 尤其是他的头发 我们是做了一些主观处理的 那这个主观处理的话 就是需要大家 需要大家看一下之前的那个录播 我看一下哈 这个古风 人物 甘糖 这个古风上一节课的这节课上传了吗 我怎么在 在录播里面我没看到啊 对啊 只有一个古风美女 一个古风眼睛 在视频啊 视频在公众号里边 我们一般上完课会在当周去上传 这个是上周传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漏掉放地址了吧 你们到时候关注一下 我现在催一下他们 好吵呀 吵吗 吵的话是声音有问题吗 声音有问题的话 敲一没有问题的话敲二 吵吗 我听一下 我这边还好呀 我这边听着不吵的样子啊 喂喂 喂 我听着没问题哦 OK 好 所有的资料都在公众号放着 你们自己去拿 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写实的技法 写实技法的话呢 一般是干事结合 对于没有基础的同学 这个技法其实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你们有谁踩基础的话 敲一 没有谁踩基础的话 敲二 有水踩基础的话 敲个一 没有水踩基础的话 敲个二 没有水踩基础的话 这堂课 有一些难度系数的 因为写实水踩本来就难 然后鼓风水踩的话呢 它会有更多的主观处理 它会 还会有一些这种 画面的设计感 还会有一些画面的这种 画面的 就是我们会处理一些特殊机理 所以它的主观处理会更加多一些 比我们水踩人物的难度系数 可能要高一点 但是一般来说 你是有基础的话就不难 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会用清水把它刷一个底 线稿的话找唐唐老师要 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起线稿的 看上一节录播 上一节课我有详细的教大家怎么去画线稿 同样的一个素材 我就不重复的去给大家讲线稿的知识 这个刷水咱们刷的是清水 拿大号羊毛刷 把整个画面刷湿 刷湿之后 再把板子立起来去看一下 这个画面它的水分有没有刷匀 侧面看一下 今天用的材料 我等我刷完第一步颜色 我再教你们 因为水彩画的话 它会有一个等它干 等它干的过程 那么这个等它干的过程 如果说 按照正常的上课步骤来说 肯定时间是来不及的 好 刷完水之后 就可以开始上色 或者说刷完水之后 我们一般会稍微静待个两分钟左右 让你的水彩纸喝饱水 这个是一个湿化技巧 湿化技巧呢 是等于你要在画面 先平铺刷一遍清水 而且要让你的纸喝饱水 也就是说让你的纸湿透 甚至有一些画家 他会把整张纸浸在水池里 去让纸去喝饱水 一定要有一些时间 或者水分稍微多一点点 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的纸喝饱水 记住了没有 记住的话要敲个一 一定要让你的纸喝饱水啊 喝饱水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上色 因为是湿化 湿化的话 在上色的时候 其实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 你只要把颜色不要调脏 那我这边调的是一个红色 加黄色 然后加少量的绿色 哎呀这个绿色加多了 继续加一点黄 这个我是在调什么 我要调出一个 古色古香的皮肤颜色 调一个古色古香的皮肤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会比较深对吧 看一下哦 这个颜色画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哇这颜色好深啊 哦一顿乱涂 所以你看水彩画的话呢 你是湿化法 其实这个画法是非常的放松的 你可以快速的把这颜色铺上 现在就是等于是我把脸上的肉色 给铺上了 好不好玩 湿化的话呢 它的逻辑就是玩跟控水 控水的话呢 我待会会想去教你们啊 先我是给你们示范怎么上色 先给你们示范一下怎么上色 后面怎么去画呀 怎么处理 我会教你们的 因为现在我要尽快的把第一遍颜色画完 第一遍颜色画完之后 就会等它干 等它干的时候呢 我就教大家一些知识点 好 这个男孩子的衣服 我是有打算画成一个蓝色调 化成一个古色古香的蓝色 不会画得很艳 所以 它的衣服颜色 我也是用了一个平头笔 这个都是平头笔 平头笔去快速的上上去 一般来说你没有水彩基础的话 你在上这个颜色的时候 是心里会有点慌的 就看到这个颜色 不是因为你们平常画水彩 都是整整齐齐的 把边框框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颜色涂满 平常画画是这样画的吗 是这样画的话敲个一 那么如果说你在诗画的时候 你看着我画得很轻松 然后你们在画的时候 实际操作其实会有一点点放不开了 放不开的话 这是我们画古风的大忌 大忌是什么 就是说放不开 放不开是古风 最最最最最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一定要放开 古风的话呢 通常我们诗画上色的话呢 是从浅色上到深色 我们颜色是慢慢的一遍一遍加深的 比如说我要开始画它的 开始画它的头发 你看我头发 头发的话我是先 先没有说打算把颜色画得很深 也是先上一个浅浅的 这种灰色 浅浅的 稍微把脸上的颜色留出来就好了 把脸上的颜色稍微留出来一点点 好这是头发的颜色 然后我们颜色是一层一层加深的 慢慢的一层一层去加深它 尤其是头发的轮廓这边 你一定要多加一点灰色 因为我们要让头发的轮廓 尽可能的虚化一些 这样子会显得更漂亮更好看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调子 那在湿化的时候呢 你就是不紧不慢的去上这些颜色 那尤其是颜色上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干嘛呢 像这种偏向于 有一点点创作性质的写实古风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颜色 可以加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颜色 不要被颜色给拘紧了 一般来说画古风的话 色调不要太艳丽了 画的太艳丽的话 就显得有一点点不真实 我通常不建议大家画的太艳丽了 你们觉得呢 你们喜欢画的艳丽的还是不艳丽的 那我一般就不喜欢画的太艳丽 但是我会让它的画面颜色 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这边我就会加一些 其他的各式各样的颜色 比如说我会给它加一点紫色 这些紫色你看 加在这个画面 这是背景的地方嘛 我背景上一点紫色 它不会有关系啊 是吧 我还可以上一点绿色 只要你喜欢啊 什么颜色都可以网上画 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像是 你像经常有一些画家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像很好玩一样 你看 这样甩上去 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见过画家这样画的 觉得很好玩呀 是吧 画 画实画就是玩 那怎么去控制 我待会会教你们 你们先不要急 我待会会教你们怎么控制 各种各样的颜色 让画面显得更加的丰富 绿色调 古风需要特别真实吗 可以探 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一下吗 这个还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它可以很真实 也可以不真实 你喜欢画的真实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写实一点 你不喜欢那种写实的风格的话 你就可以画的写意一点点 这个是个人风格的 像我们插画是非常讲究 个人风格的 你插画的话一定是非常讲究 个人风格的 你不能被这种传统的 绘画形式所拘谨 插画它特别重要的就是 它的思想 你的思维 对吧 我是怎么想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画 里面有什么样的创意 有什么样的思想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好 然后我们颜色慢慢慢慢加深哦 你看这颜色 现在是浅浅的对不对 我们还是一样的 慢慢慢慢加深 就开始去加一些深色调了 尤其是整个头发轮廓 会有一种跟背景颜色 融开的感觉 你看我开始加一些 这种深色调了 什么颜色都可以加 然后你可以慢慢调 这个时候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能线稿都不怎么看得见了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可能画着画着线稿都不怎么看得见了 灰灰的调子 我喜欢这种灰灰的调子一些 好 这里的话就开始我要加几个大点的水字啊 这个水字是什么颜色的 是黑色的 你们看我点上去之后 画面就是有那种啪一下散开的感觉 再多一点水 加加水 看到画面有散开的感觉了吗 有发现了没有 看我加水啊 就是画面会有那种散开的感觉 甚至说我还可以去控制它的走向 我们就是玩嘛 是吧 控制它的走向 我去加加一些这种水字 我要让画面有那种 烟 就是有那种水墨的感觉 这个是很深的颜色了 加很多的水 最主要就是加很多的水 加很多的水 它就可以有这种水墨的感觉 加很多的水 画一些这种水字 随便点啊 自己喜欢点在哪里就点在哪里 材料 基础问题 以及怎么控水 怎么玩 我待会再教你们 先不急啊 先看着我先玩一会儿 好吧 因为我待会还要等它干 因为我还要等它干 你看我还能引着这个水 画S型 就是这种非常飘逸的效果 我想要怎么画都可以的啊 我们画古风就是这一点 它可以很好玩 一般古风的话呢 会有一点点这种水字感 然后我现在是加其他的颜色 点这种水字 这种水字的话就水很多 你看点上去水就很多 它会啪一下会散开 我这边这些颜色 主要是画在了头发的附近 因为头发的话 我们又有一个起到虚化的作用 我们要虚化它 尽量不要画得轮廓卡太死 所以我在它整个头发的附近 我都有在 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机理 知道吧 就是在做一个机理 做一个水化散开的机理 什么颜色你都可以加啊 你自己想要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 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就喜欢画什么颜色 那我们一般在试画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种水字是你人为控制不了的 那这个时候是要少量的 一定要注意要少量的 拿你的 拿你的毛笔 干净的毛笔 去给它把颜料吸掉 比如说这个位置就没有控制好 耳朵里面有一笔深色 看一下 拿干净的笔 吸掉它就好了 我们水彩湿坏在改色的时候是很轻松很简单的 画面这个时候仍然还是湿的 那我们继续干嘛呢 继续又给它把头发的颜色又再上一上啊 加了一点点蓝色蓝色调的感觉 好 这个时候就要干嘛 尽量顺着头发的 头发的纹路 你看 头发的是这样的纹路 有这样生长的感觉 是吧 头发有这种 这样生长的感觉 有这种 一缕一缕的感觉 现在就是趁着这个湿的啊 把头发的这个一缕一缕的感觉 咱们给画出来 这都是湿化啊 一定要趁湿去进行 趁湿进行之后 后面干化再调整的时候 它就可以画出很写湿的效果 现在看似很丑的 因为画面有很多绵续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绵续感呢 因为我们画水彩湿化技巧 所用到的纸都是绵浆纸 它是棉花做的 那棉花就会就有 类似于一坨一坨的感觉 看到了吗 是不是有这种 类似于一坨一坨的感觉 看得到吗 一坨一坨的感觉 很明显的啊 现在就是把所有我能看到的 有深色的地方都画了 让它飘逸一点点 头发是做了一些主观处理的 主观的处理的话 大家记得去看上一节课的录播 上一节课画那个 卡通版的人物的时候 我有教大家怎么去主观处理头发 链子早就爆了鼓风是吧 马上鼓风班这个月就开课了 喜欢的同学可以要抓紧咯 这时候错过了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鸡不可施施不再来 现在看的话呢 就是再处理一个整体的调子 所以看着就会很乱很花 这是你心里一定要有个底的啊 心里大概有一个算盘 我化成什么样 是我所想的是吧 是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的 就不要怕不要急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还要给他点一些这种水字 看一下啊 我特别画鼓风是特别适合去撒一些这种水珠水字的 这样子的画面就会显得更加的有仙气一些 鼓风是特别适合有水字感的 好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点清水 看一下哦 清水是什么 你看这一盆就是清水啊 看我的这个清水 一个水杯 高空抛下来一个水珠 到时候它一散开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水花 看一下哦 从你的清水里面拿出来之后 直接一下扫在上面 它就会那种像蒲公用一样 啪一下扩散扩开的感觉 很漂亮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的话敲个一 就像蒲公用一样 啪一下就扩散开了 这种水珠都是很好看的 你喜欢点你就多点一点 你不喜欢你就不点 这种东西就是看个人喜好 这里有点了一个 OK 现在是一个看上去脏兮兮的背景 对吧 看上去颜色脏兮兮的 好像不是很好看的样子 已经画完了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给它去吹干了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些逆光的感觉 会有一些黄色调 那我也把这些逆光的感觉画上去 有这些颜色就画上去嘛 不要怕嘛 油画能利用这个技巧吗 油画的话你去点水字 就是用松节油了 松节油就是可以起到稀释的作用 但是一般是不好操作的 没有那么好操作 为了跟右边的 左边的背景呼应 那我这边又给它点一些黄色调的水字 一定要让画面有那种特别梦幻的虚化的效果 好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大色调就铺完了 铺完大色调之后干嘛呢 等它干 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第二遍颜色了 来清酒帮我去吹一下 让我们的小姐姐帮我吹一下 你看画面就脏脏的啊 脏脏的 这个这个一吹干 它就不会脏脏的了 棉浆煮都是这样的 这是这种小棉絮 小点点 当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 这个问题不大 不要不要就是 平着啊 要平着 好 然后来教一下啊 大家一些最简单的水采控水技法啊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的话 敲个一 等一下我去拿张纸啊 水采纸不够用了 好 咱们今天所学的是一个水采湿化技法 水采湿化技法第一个 可要用棉浆纸 但是呢 因为我们画的是古风 古风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这种激离感 所以影响激离感更漂亮的话呢 你可以用稍微的棉浆 棉浆或者木浆加棉浆的纸 这两个纸都是可以用的 你们买纸的时候纸 水采纸是分为棉浆跟木浆 棉浆纸你可以理解为它是 它是那个棉花 你们都知道棉花的吸水性很强 对不对 那木浆你想 如果说是那种木的树皮啊 或者说木的那种原浆啊 那是不是它的吸水性就会差一些 是不是呢 试着话敲个一哦 这个能理解吧 嗯 但是尽量不要用纯木浆纸 因为我们画面有一点点写实的感觉嘛 你如果用纯木浆纸的话 那画起来也会比较的难 写实的效果是很难出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不同的纸的效果 画水采你对水采纸一定是有了解的啊 这是必须的 一定要记住棉浆纸吸水性好 木浆纸吸水性不好 棉浆纸过度自然 木浆纸过度不容易自然 而且容易产生水字 跟着我念 跟着我念好吗 好 给你们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湿化啊 湿化 先拿一个刷子刷清水 我现在给你们拿的就是两个纸 一个是棉浆纸 一个是木浆纸 或者看一下颜色的颜色的过度 你看 水采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 你不管用什么颜色 你往上画 湿化的时候 只要里面刷了水 有没有感觉颜色衔接特别自然 你无论你加什么颜色都很好看 有这种感觉没有 它是灰色的调调 它就有灰色调调的好看 它是蓝色的调调 它就有蓝色调调的好看 它是黑色就有黑色的好看 它会衔接很自然 对不对 这种是湿化 那你们看一下什么是干化呢 干化是这样的 同样的颜色啊 这是一个灰色 然后我刚刚所调到的这个红色 好 然后再调到的这个绿色 是不是干湿化法 它的效果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它的融合性没有那么强 好 你看这个湿化 它可以不停地叠加颜色 你想加什么颜色 都是可以不停地叠加 然后它的这种叠加 颜色会越来越自然 湿化是可以不停地去叠加颜色的 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你想加什么颜色都可以 它会非常的漂亮 它会有很好的融合效果 这就是我们湿化的特性 所以湿化的话呢 你要用好的纸 要用棉浆纸 它可以不停地去叠加 叠加你很多 你想要的颜色 它颜色是比较舒服的 等它干了之后 就会更好看 那么再看一下 你像是木浆纸 它湿化的话 它的颜色的过度 就没有那么好 你们看一下 木浆纸就没有那么好 这个是一个红色 这个是一个绿色 你看它颜色撞到一起 是不是就没有感觉 是有这种交融在一起的感觉 这块颜色 我是画的一个灰色调好 所以颜色会有一点点脏脏的感觉 颜色不是很漂亮 我给你们画个再好看一点点的 画个再好看的颜色 这个是红对不对 然后再画个绿 它的颜色的衔接 就会舒服很多 就是湿化 一定要用棉浆纸 然后在湿化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 就是点 我们如果说 你想颜色 要越来越加深 对吧 你湿化的时候 如果你的颜色 想要越来越加深 那么你笔上的水分含量 就越来越少 你看 就是笔上的水分 比你刚刚上色的时候 水分要少一些 它就能加深 那你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笔上 你看很多水 这是很多水 我刚刚就是在 洗笔的时候 没有洗干净 我的水分 比我纸上的水分还要多 你看 是不是你没办法加深 它就啪一下散开了 那么这种 啪一下散开的效果 我们可以利用它 利用它干嘛呢 它可以制造出 一些那种很漂亮的水花 可以制造出 很漂亮的水花 那我们可以点一点 很漂亮的水花 像是这个湿化背景的话呢 其实你有没有基础 或者说你会不会控制 都还好 因为它有水花 有水花的美 没有水花 也没有水花的美 所以这堂课的背景 其实很 很好的是 你可以玩 它的关键词就是 可以很放开的 去玩它 那水彩的话呢 我们湿化 你看湿化的话 它就是会有这种扩散感 看到了吗 那这就是湿化 它会有这种扩散的感觉 这是好的水彩颜料 跟好的水彩纸才会有 那么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是在一张这种 这种纯木浆的采迁纸 这是纯木浆的采迁纸 你们看一下 我在上面也刷汤水 这个是纯木浆的采迁纸 那你看一下 它会有这种撒开的效果吗 看一下 它没有水花 看到了吗 它没有水花 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圆 往外扩 它没有漂亮的水花 但是这种是有水花的 点上去它有那种往外扩散的水花感 看到这水花了没有 看到的话敲个一 这就是我们说的水花 纸跟颜料很重要 要选好的颜料跟好的纸 越好的棉浆纸 它的水花扩散就越漂亮 那我们在这个画面就要画很多这种漂亮的水花 让画面显得更加美一些 是不是很漂亮 这是好的纸跟颜料才会有的 如果说是木浆纸是做不到的 这也是湿化所特有的小机理 那如果是干化的话 它是做不到的 你看干化就是这样的 做不到 那我们古风里边就很多的话 就会用到一些湿化机法 因为它可以出来很漂亮的效果 除了黑色之外 还可以点清水 在这个里面加上一滴清水 它就可以把这个黑色 冲得更加的浅一些 会有更漂亮的水滋感 看到了吗 加不同的水 包括我们平常去在上面去 撒一些这种深色的 你看比如说这样撒上去 它也是会出来一些那种泼墨 我们国画里面叫泼墨的这种效果 非常漂亮 那这种效果呢 它是不经意之间出来的 它不是说我很刻意的去画的 它是不经意之间出来的一些很漂亮的效果 只要你玩得开 只要你足够放松 只要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那这个画对你来说就不会有太多压力 但是有部分同学 他画画很紧张 有平常画彩线或者画水彩 或者画过其他画种的同学 有没有 画个画特别的紧张 生怕一不小心就颜色画出去了呀 或者是怕一不小心这个颜色就画多了呀 很不敢画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的话敲衣 那水彩就很好的能治你这个毛病啊 不敢画是一种病要治的 不敢画是一种病一定要治 你们看这种水墨的颜色 里面又有红的又有蓝的又有黄的 它会显得不脏 它会显得很漂亮对不对 有这种感觉没有 好 那我们又来干嘛呢 又一次刷清水 这个一定要等画面全部干 所以你要用吹风机吹干 一定要吹干它 这种背景 一百个人画出来是一百个样子 所以我作为老师 我画一百次 它也是一百次的样子 那你们这种颜色的控制 还是要看你的个人喜好 一般爱画什么颜色 你就画什么颜色 是没有强求的 好 我又干嘛 我又刷水 一般这种好看的肌理效果 通常是要好几次的刷水 才出来的漂亮 要好几次的刷水 这一次刷水的话呢 我就会重点在背景 还有脸上下功夫 重点在背景 还有脸上去下功夫 好 在脸上上色的时候呢 最好是用平头笔 你们因为完全没有水彩湿画的基础跟经验 所以看着我画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蒙 有一些 看着是有一些难度的 我这个是给它上湿画好 把所有的五官的地方 有一些些深色的地方 全部画一点点 暖暖的色调 这个是一个橙色 五官啊 眼睛旁边 这都是湿画啊 眼睛旁边 画一点点这种暖暖的色调 让它的五官显得更加的立体一些 还有包括头发下面会有一些投影是吧 这种暖暖的色调 鼻头 直接是加橙色加红色好 色调会偏暖一些 有没有感觉人物的立体感就强了一些了 有吗 有的话敲U 也是湿画 就完全是湿画 只要在画面把这些颜色点上去就好了 因为平头笔齐笔的时候 它没有水字 你看 平头笔在抬笔的时候 相对是比较平整的 如果你是圆头笔 圆头笔 它一抬笔就会有个圆点 看到没有 就会有个圆点 那你控制不好的话呢 画面就不好 效果就不好 我们通常零基础入门的话 在脸上上色最好是用平头笔 对 它容易控制你的上色区域一些 好 加了橙色之后 为了让画面颜色更漂亮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很好看的蓝色哦 就是画人物也是 水彩人物真的是 什么颜色你都可以往上画 只要你喜欢 这个蓝色是什么 是它人物五官的一些反光 比如说它的鼻梁侧面呀 还有暗部啊 暗部就会有一些这种青色调啊 或者冷色调 它会让画面显得更加立体 这都是诗画啊 在正式上我们的古风插画课的时候 这种方法用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因为这个技法是比较难的 一般是我们水彩人物的时候才会学的 但是这个效果就有个很好的地方 它会画得很快 你们尤其是学过水彩人物的同学 你来学古风插画那真的是如虎添翼 因为我们优化的课程只有插画课会教比较多的创意性的东西 其他的你像比如说水彩人物课它主要是针对的我们画的是那个写实技法嘛 技法性的东西会多一点点像是这种创意型的会少一些 好 画了一点点蓝色 画了一点点橙色 橙黄 橙蓝互补之后 整个画面的面部体积感就会更加强烈 待会等它干 换笔 换笔 我这个就是换了一只 换了一只圆头笔了 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又给它 把它的头发 后面背景这我要给它加一些这种水字感 这种水字感还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去做出来 清酒你帮我把吹风机拿过来 你看当你的这个画面快干的时候 它的水字就没那种啪一下散开的感觉 是不是 是的话敲一个6 就没有那种啪一下散开的感觉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一个6 把吹风机给我 那我就是会借助一些辅助工具 好 如果你的肺活量比较好的 你就是可以把它吹开 像我肺活量没有那么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吹风 把它吹开 给大家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点上一个深色的水珠 它扩散不开 对吧 你看我点上一个这么深色的水珠 它没有那种扩散的效果 看一下 可以用吹风把它吹开 可以用吹风把它吹开 这样就可以吹出很漂亮的水花来 等它干了之后这个水花就漂亮了 各种各样的水花 为什么一定要在头发的轮廓去加这些水花呢 就是因为头发的轮廓 为什么要在头发轮廓去加水珠啊 就是因为头发的这个 轮廓它很容易卡得很死 卡得很死的话它不好看知道吧 不好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让它变得更好看一些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它的头发轮廓 变得更加舒服 更加自然 到时候跟头发衔接 它会更舒服 所以你记住啊 我们整个上色都是围绕着它整个背景 背景是整个围绕着它的头 头发轮廓展开的 你像我们所有的水渍啊 所有漂亮的效果啊 我们都是画在了它的头发轮廓的 因为这样子画出来的话会更加好看 更加自然一些 不停的去撒一些 撒一些这种水珠 这种水珠的话就会让画面更加的有 有感觉 有血液的感觉 为什么现在的颜料扩散性差 那是因为你买到了不好的颜料吧 你买了便宜的颜料吧 那个那好 我们像我们用的颜料 没有扩散性差的呀 非常好用啊都 我是严重怀疑你应该是买到了不怎么好的颜料 不是颜料扩散性变差了 是前媒到位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颜料你告诉我 我帮你看看 你把牌子告诉我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颜料了 记住哦 整个我们是围绕着整个头发轮廓是慢慢的这样上色的 所以整个头发轮廓你会觉得哎 它的颜色会深一点点 然后有一些水花呀水渍啊什么的特别好看对不对 好你看我这个来几个猛的啊 来几个几乎接近于黑色的点子点点 点完之后中间再加一滴清水 让它扩散的更开一些 看到吗 点完之后旁边我还给它加了一个 中间还给它加了一滴 一滴清水 这个就是让它扩散的更加厉害 好这边因为左边的话是亮的地方 你就不能左边是亮的地方 咱们就画的不要太过于深了 我就这样放着它 先点一颗黑的 然后黑色中间加一颗清水 不是刚才用吹风机吹的颜料 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意思 是因为干了 我刚刚吹风机吹是因为这个水它有点干了 刚刚画完脸之后 脸就是头发后面的颜色就有点干了 干了之后扩散性就没有那么好 之所以颜料有扩散性 是湿化的时候它能扩散的很漂亮 对不对 你画面已经有点干了的话 它扩散的就没有那么漂亮啊 知道不 不是颜料扩散性不好 是因为画面已经干了 你干了的话 你点上去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你像这些地方 我一干了之后 你看我再点上去的时候干嘛了 我给它先刷了一点水 刷了一点水之后 我再点上去的发现没有 就像刚刚这种地方 我都是刷了一点水 然后我再点上去 它的耳朵没了 它的耳朵 把它的耳朵擦出来 眼神真好 耳朵没了 你都发现了 耳朵没了 拿干净的笔给它吸出来就好了 看它没有 吸一下 因为画面还没有干 拍一下就干净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轻松搞定 好 那这个时候又要干嘛 又要去吹干 我们是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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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现在就吹干了 有点吵 你们忍一忍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在里面 買一遍 给它 可以 给它 熊 放入水冷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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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它面部刷了一层颜色 刷完这层颜色之后 要再要用清水笔 清水笔 把这个轮廓微微过渡一下 因为它你刚刚刷完轮廓之后 整个脸颊轮廓 它是很突兀的不好看 好 这个时候又等它干 这种画就是说你可以画会儿画追回剧 画会儿画追回剧 不停地以此换着来追回剧 玩一会儿画一会儿玩一会儿 因为它不停地等画面干 不停地等画面干 眼睛的话 你像我们刚刚眼白都是不需要单独留出来的 眼白就直接让它整体照色都没问题的 如果说你觉得眼白有一点点太黄了 也可以再照完眼 这个这个步骤叫做照色 也可以把它的眼白轻轻地擦白一点点 用清水笔 清水笔通常就是一只羊毛笔 纯羊毛笔 这样子的话清水笔它在 清水笔很柔软 它不容易破坏画面 我又吹干了 你会不停地看见我在吹干吹干吹干 开吹干了 鞋子 好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画鼓风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说的是做底色 或者说做它的画面整体效果 那这个画面的氛围感就来了 有没有感觉一张古色古香的 然后很有韵味的 比较仙气飘飘的一个这样背景就出来了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六 现在的步骤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到刻画五官呀 刻画头发的步骤了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说的写实的步骤 好 比如说咱们就可以用小号的笔啊 用小号的笔开始去画五官 比如说它的眼睛 我这里也是用小号的笔直接上色图了就 调一个浅浅的 冷灰色 绿灰色或者蓝灰色都可以 最开始进入到了塑造阶段 把细节进一步完善 整体色调做好之后 这个步骤就很出效果的 先是拿一个相对浅的颜色 相对浅一点啊 将一点相对浅一点的颜色 整体把眼珠进行平涂 深色眼珠进行平涂 然后把笔微微吸干 微微吸干之后 再沾一些黑色 画在瞳孔的地方 你们看它的这个颜色就有啪一下 润开的效果 这个是要秤湿化啊 好 以及靠近上眼皮的地方 颜色也会深一点点 我现在所用到的这支笔 叫做梦星河 为了让颜色丰富一点 那我们在这个笔的颜色 在这个眼睛颜色里面 也加了一点点紫色啊 你不能全部都适用一个颜色 眼珠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浅色打底 然后深色化瞳孔 瞳孔就是那个黑色的嘛 最后就是一个深灰色 颜色相对再比 比瞳孔的颜色浅一点 但是又比你其他旁边的颜色 要深一点 去画一下靠近上眼皮的位置 像这些的话 应该都是要局部示范 给大家看的啊 但是公开课的话 就时间上有点来不及 我也先尽快地 能够把这个画画完 能不脱糖就尽量不脱糖 如果说画两节课 我就觉得时间有点太长了 好 现在我就是又加了一个 相对来说深一点点的灰色 把它的眼珠颜色 画得再自然一点点 整个眼珠主要就是深浅变化 你的深浅变化控制得好 眼珠的质感就有了 画完眼珠之后 就不要贸然地去画 去画眼睛旁边的颜色 因为眼珠的颜色没有干 你但凡去画眼线或者眼白 它的颜色都会晕开 晕开之后就会变得很脏 所以这个是碰不得的 明不明白 明白的话敲个一 这个是碰不得的 挨得挨不得 那既然这里挨不得 我们就做一个能挨的地方 高光可以提前留出来 也可以干嘛呢 也可以像我一样 后面直接提亮 后面直接提 那现在还有哪里可以操作 嘴巴是可以操作的啊 嘴巴我们就直接上一个颜色 那就跟上一节课的知识点是一样的了 上一节课嘴巴也是这么画的 先是简单上一个颜色 然后用清水笔分染一下 把它嘴唇颜色分染得更加自然一点点 清水笔的话是指的是一只干净的毛笔 上面粘了一点点清水 这个叫做清水笔 嘴巴的颜色它会是稍微粉 粉一点点 直接是玫瑰西红 然后加一点橙色调 好 右上 不停的颜色慢慢加深 我没有说一下子把颜色加得很深 我是慢慢的试探性的给它画深的 不要急着一下子画很重 你的清水笔 你看我分染之后清水笔就变脏了嘛 对不对 清水笔也记得不停的洗啊 清水笔它是很干净的 如果清水笔上的颜料脏了 就一定要洗 一定要洗一下清水笔 把清水笔擦干净一点 清水笔 这个步骤这个步骤叫做分染 也就是说把颜色的边缘轮廓 给它虚化到自然一些 它叫做分染 清水笔一定要记得不停的去 不停的去洗一下 要保证清水笔的干净 清水笔一定要记得洗 清水笔脏了的话 画出来的颜色就不好看的 水彩跟国画 本来就是有一点点不分彼此 很多技法都是都是类似的 你像你画 你要是绘画工笔 那这种风格你肯定绘画啊 咱们有没有同学绘画工笔的 绘画工笔的话呢 这个肯定就会 它俩不分家 然后调一个相对深一点点的 你就在你调色盘上随便沾一个这种偏红红的调子就好了 干嘛呢 把鼻底的颜色画一下 这个颜色怎么画呀 就上点颜色 然后清水笔看到没有呢 上一笔颜色 清水笔过度一下 绕着鼻梁跟什么 绕着鼻梁跟鼻液 绕着鼻梁跟鼻液 看到了吗 然后清水笔过度 所以像这种鼻子的体积感呀 眼睛的体积感呀 都很快能够画出来 那水彩写实技法 是在水彩里面真的不难的 不停地用这种分染过度分染过度的方法 它人物的体积感很快能画出来 有没有感觉 这个鼻子啊什么的 就慢慢开始变得立体了 有这种感觉吗 脖子这里的颜色也会深一点点 那这里的话是胸锁鲁图肌 泡完之后又拿清水笔过度一下 这里是喉骨 下巴红润一点点 就是让我们的下巴变得有体积感 这个步骤 上一个颜色 然后分染过度 让我们的下巴变得有体积感 下巴它也可以拱起来 鼓起来 让它的咬肌变得立体 还有它的面部轮廓 都用这个 像上一笔颜色过度一下 有没有感觉 好像开始变得立体起来了 有没有 方法都是一样的 鼻梁 你看鼻梁的深色灰色 也是慢慢地加深 它就会慢慢地变得立体起来 这个是眼窝 眼窝也是微微加深 用也是用的分染 这个是分染 先画一笔颜色 然后顺着这笔颜色的形状 分染 这也是分染 看到了吗 画眼窝 分染 它的鼻梁看着看着 就会变立体 对 这种步骤呢 一般是要画 画好几遍的 慢慢慢慢地 一遍一遍地 让它变立体 好 脸上的话呢 画完这些颜色 就要等它干一会儿 你就不能再操作 你要等它干一会儿 因为你刚画完 你又画了的话 就不好看 这个时候看着有点奇怪 看着眼睛干的没有 眼睛基本上已经干了 眼睛干了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它的眼妆 再画一下 眼妆的附近的话 它可以画的偏红一点点 老样子啊 继续上色 清水比过度 眉毛也没画 就显得奇怪 待会把眉毛换完之后 就会显得舒服很多 这都是一个偏红色调的 算是那种土红色 或者说是红棕色的感觉 颜色稍微深一点 全部都是纷染啊 画写实画用的最多的技法 就是纷染 纷染是什么 先上个颜色 像我这样啊 先上个颜色 然后清水比过度一下 这就是我们说的 纷染 因为水彩你上完颜色之后 它那个会有一个水渍嘛 那个水渍就会显得不好看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它那个水渍感给消掉 这是一个紫红的调子 紫红的调子 在他眼睛中周围 有一点点这种紫红的调子 男孩子眼睛画得太红了的话 就显得有点娘 用点紫红的调子 或者蓝紫的调子 会让他的眼睛 显得没有那么娘娘的 你们说如果说画得太红润了 会不会有一点点娘 有一点不 好 同样的我就把眉毛的位置 也找一下 也是纷染 先纷染定出位置 然后再去画一根一根的效果 这种紫灰的调子 相当于是把眉毛的 眉毛下面皮肤的位置 眉毛的形状 眉毛的眉宫骨的位置找一下 然后再在这上面去画一根一根的眉毛 或者说颜色再加深 这种紫红色在他的鼻梁的侧面 也还有一点 这样子画可以让鼻子显得更加立体 清水笔是要不断地清理的 看一下哦 我的清水笔是不断地在沾着清水洗一洗的 而且清水笔的水分不能太多 一定要拿纸巾吸一吸 清水笔一定要用羊毛笔 不是用羊毛笔的话 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画纸给搓得 搓得脏脏的 或者说搓坏 一定要用羊毛笔 羊毛笔很柔软 有柔软的羊毛笔才能起到纷染的作用 记住没有 而且要用尽量不掉毛的 掉毛的话你就会画的也是会有一点痛苦 同样还是在分染它的眼窝 眼窝跟鼻梁 让鼻子变得更加立体一些 不断地加深 一步一步地加深 一步一步地来 不要着急 也许是没有画眉毛呀 没有画五官 没有画细节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对不对 看着好丑 待会慢慢一步步完成就好看了 给它把它的妆感一点点的加上来 古风是不是可以从深色线稿 对 古风还有更简单 更好上手的方法 到时候正式上古风课的话 各种方法我都会教你们 因为那种方法的耗时 它简是简单 但是耗时很长 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它是难是难 但是厚时很快 它很快就能画完 它难是难一点 但是画得特别快 开始把头发的明暗关系画出来了 开始去画头发的明暗关系了 也是画一笔 干嘛 画一笔 过度一笔 让它更加自然一点点 看一下哦 你看我画一笔 基本上就是在拿清水笔给它扫一下 扫匀一点点 因为干化的话 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水字 这个强烈的水字感是很突兀的 显得奇奇怪怪的 不舒服 你们看这样干化是不是很怪 是的话敲个一 然后我用清水笔过度之后 有没有变得舒服一些 主要就是清水笔需要不停的过度 才能够把头发的这种 发丝感或者飘逸的效果画出来 要不会显得很突兀 显得很突兀就不好看了 为什么之前的头发的这个轮廓 要给它旁边有一个背景虚化 就是因为你不虚化的话 这个头发它的明暗对比很强烈 明暗对比很强烈就不好看了 对啊 这种技法学完了也就是学会水采人物了 应该是学会水采写诗人物 为什么是水采写诗人物呢 因为水采还有诗画人物 诗画人物的话会比这个方法更难啊 它对于你的画面控制能力 控水控色能力要更加强 不停地分染 不停地上色 这样子它的头发丝才会自然 才会舒服 对啊 对啊 这就是古风人物啊 只是是水采古风人物啊 不停地不停地画背景 清水笔过度 画背景清水笔过度 反复去重复这个过程 重复这个步骤也是在 跟额头衔接的地方注意啊 额头衔接的地方一定要用清水笔虚化 要不额头发际线就会显得很丑 发际线全靠这种清水笔过度才会有 自然的效果 开始慢慢的去处理额脸颊轮廓的头发 你看把它的头发一画出来 整个轮廓它就显得好看了 发现没有 脸的形结构也就出来了 是不是呀 之前人物的形都不怎么看得见 颜色加深一点点 分染就是用清水笔 把颜料把它匀得自然一点点 就这么简单啊 分染就是拿清水笔 把颜料稍微匀得自然一点点 这个理解应该很好理解吧 你颜料本来画在那里它很突兀 对不对 我就拿清水笔 给它两边匀一匀 它就变舒服变自然了 这就是说的分染 所以写实 写实无非就是它变化很自然嘛 对不对 过度很自然嘛 那么这么自然的效果怎么来的 那就是靠分染的技法来的呗 你看这里就不舒服对不对 你看不舒服往下 到皮肤这里 给它匀匀过来 它就自然了呀 分染是水彩本身就有的吗 嗯 这个东西的话就跟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难区别 因为水彩跟古风 无从考证 但是国画的话呢 是肯定会比水彩的时间 要更加长一些 那是肯定的 好 头发的颜色一次一次的加深 好 你看我现在 头发的话呢 你就是要保证 它的尖尖 跟它的根部 颜色会稍微的深一点点 这样子体积感容易出来一些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看这样收进来的时候 颜色深一点点 然后它往最上面这样鼓起来的地方 颜色就浅一些 所以这样子画的话呢 它体积感容易出来一些 继续加深 像是这种古风的头发 是要加深很多遍才能 很漂亮哈 如果说你想一次加深 那几乎是做不到的 都是要加深很多遍 它才能变得很好看 不是一次加深的 记住好发际线一定要过度自然 一般就是后面跟前面的颜色深一点点 然后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头发 作为一个小小的鼓起来的地方 你看 是最鼓的 最鼓的地方是最亮的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把它的两头 两头加深 那中间鼓起来 是不是它的体积感就强一些了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哦 你看两头加深之后 一下子它的体积感就出来了哦 两头加深中间拱起来的地方 稍微鼓一点点 稍微颜色浅一点点 所以就颜色浅 发根跟发尾颜色都深一些 这样就有体积感 这是我们通常去处理 鼓风的头发 最常用的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哦 通过这样的步骤 一层一层的你看一层一层的 还是把头发的体积感建立起来 都是从深色 慢慢的 先是画浅嘛 慢慢加深 一遍一遍一遍加深 先画浅的 然后一遍一遍加深 这边头发要更深一些 你看这样子画是不是很奇怪 你们说奇不奇怪 难不难受 奇怪的话 难受的话 敲一 真的很奇怪 所以一定要用清水笔过度 用清水笔过度之后就舒服了 你看清水笔一过度 它就好看了 舒服了 因为清水笔 在鼓风忍物里边 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哦 它头顶上还有一个丸子头 也是上一些这种黑色之后 然后给它过度一下 清水笔过度一下 就舒服了 头发画不行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假发 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假发 按女生的 什么什么样 我没看懂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你小波浪 你说的什么意思 头发是慢慢加深的哦 它不是说一下子加得很深 你看我们又一遍加深 通过好几次去加深它 越是慢慢的把头发颜色进行加深之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上色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会自然了 之前画那种黑色 你会感觉很突兀 然后现在就感觉 是没有那么突兀了的 没有那么奇怪了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呀 因为它颜色越来越深 它的变化就越来越弱呀 就显得不会突兀了呀 如果说它颜色还是浅的的话 它就会不舒服 假发套 是有点假发套 它们这种古装不都是假发套吗 因为你像我们这种的话呢 是有一点点写实的感觉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假的 我们就是假的 但是如果说是画插画创作的话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会很自然 你的头发再密 它也很自然 想不想看一下 我今天下午刚画一个线稿 想看一下吗 麻烦 麻烦我们哪个在外面的老师 帮我在我的电脑后面 桌子上有一个画板 帮我把那个画板拿过来 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创作 好 你看现在就是把它的眼线呢 下眼皮呀 颜色微微加深一点点 下眼皮的颜色有点浅啊 其实下眼皮的眼线 颜色深一些 上眼皮 眼睛就开始变得 开始慢慢地变有神了 这都是细节塑造哦 这都是细节塑造的 怎么还没有帮我拿过来呀 外面有人吗 哪个画怎么都那么慢呀 差评 是不是差评 颜色是慢慢 说了在我电脑的后面 在我电脑的后面那个桌子上 一张画板 不是在我 就是在我笔记本电脑的后面 座位后面 不是笔记本的后面 就是我坐的位置 对吗 哎呀这太难了 你们看 这个头发再怎么卷 它是不是也很舒服 这才是真正的插画 我们这个都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插画 因为它没有太多创作元素 只是说把背景的氛围做了一下 可是这样的话 你看它有花 有水 有这种 有这种主观处理 有设计感 美不美 美的话 翘衣 你看它还有个皇冠 看它的皇冠 哇哦 这是我们插画课会教这样的东西啊 我会教你们怎么让线条变得好看 怎么让你的画面有创意 这些元素是怎么来的 这些水波的元素 这才叫做古风插画 我们今天只是有古风写实 还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插画 这两天我就上色了 是不是超级美 这种画你一旦掌握技巧 画起来很快的啊 像我今天这一天我就画完了 今天画了一天 就把这个画给画完了 你一旦掌握了方法是很快的 好 把鼻子的形状微微勾一下啊 鼻子形状勾一下之后 体积感就会变强 还有嘴巴的深色 那古风插画 我真的是有看价的宝贝的啊 等上课了给你们 不要怕 你们到时候正式上课 不是一上来就这样的 是慢慢慢慢 这是最后一堂课 才会这么教的 不是说每天都这样画 那还得了啊 那不得了了 那不可能的啊 现在都是在修饰它的脸型啦 像这些 像这些背景颜色 头发颜色 都是在开始有修饰脸型的意思了 慢慢的体积感就会越来越强烈 注意啊 像这种发色一定要有深浅变化 你看比如说 靠近脸或者内侧的地方 颜色就深一点 你看外侧就浅一点点 有这种 就我刻意画出来的这种深浅变化 让头发色显得更加立体 这个时候在画这种轮廓 有一支飓风效果好的笔 就极其的重要了啊 如果你的笔开叉呀 笔很凸啊 那这里你画起来就会很尖哦 在这个地方有一支好笔 真的太重要了 好 记住轮廓 一定要用清水笔过渡一下 让你的发丝更加的灵动 那你看 我们看上完颜色之后 那我都有 微微的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加深色 让这些暗色的发丝 或者说它们的暗部颜色 变深一些 变深一些 有体积感 它有这种 颜色深浅的体积感的变化 就会显得更美 美不美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这种深浅变化啊 这种深浅变化 极为的重要 极其的重要 极其的重要 记住我的用词 是极其的重要 注意我的用词啊 所有有转折关系的地方 都要带一些这种深浅渐变关系 只要它有转折 你看这个发丝转折的地方 一般头发丝的话 就是转折那个小尖尖 发丝都是一小缕一小缕的嘛 就是一组一组的嘛 一般就是说胖胖的 胖胖的 最胖的地方 颜色最浅 然后你看两头尖尖的地方 颜色就深一些 这边就画得有点着急了 它有点干掉了 纷染 纷染不开 你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速度啊 你速度没有控制好的话 它就容易干掉 干掉了 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是不是感觉画面开始有开美颜效果了 有开美颜效果了吗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一 怎么就在你的眼皮底子下面 它就好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呢 就在你的眼皮底子下哦 有没有错过什么东西呀 你们 有没有错过什么步骤呀 主要就是一个上色 然后分染的步骤 这个步骤画得好的话 你头发是很容易出来体积感 很容易出来那种很舒服的效果的啊 尤其是脸颊旁边 脸颊旁边的这个深色 一定要画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 不要让它有那种参差不齐的效果 一旦有参差不齐的效果 它的脸型就会歪掉 神不神奇 你们看 马上头发就开始大功构成了啊 这还只是 只是分一下大的绵按效果 如果说我们要是往更加细的走的话 应该是会更加精致的 是可以不断地去细化细化细化 细化到你满意为止 好 这里的颜色要更深一点 所以我直接就是用了一个很深的颜色了 用了很深的颜色之后 就开始干嘛 外侧的话就过渡一下呀 你不能全部 你们看哈 如果说我这个深色 我就过渡到这个轮廓 是不是感觉不够自然 你看 有没有感觉不够自然 所以你看我们 往外过渡的时候就轻轻的 轻轻的让它颜色变浅一点点 是不是会舒服一点 是的话敲个一 这都是一些细节处理 注意这个细节处理 因为耳朵下面跟脖子后面 它是最不受光的 所以它的颜色是最深的 你画深一点没关系 但是往外走 就不能这么深 就显得很奇怪 因为往外走的话 头发丝是亮的 它是亮面 像画这种画面的话呢 是会需要有一点点的审美的 有一点点审美的意识 加深了一个 加深了一个发丝的缝隙 像现在上这种颜色 都可以上得很流畅 上得流畅一点 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浅的颜色 这颜色不深的哦 你看着它挺深的 它干了之后颜色就会变浅 我感觉这里头发丝 我画得粗了 再给它洗掉一下 画得粗了不好看 好 头发画了一些之后 又开始干嘛呢 又要开始 画五官 五官的话呢 我现在就是要画一下 它的眼睛 首先我会把它的眼睛的上眼皮 我们影像 我眼白 眼白上面 应该在眼白上面是睫毛 对不对 我睫毛多多少少会把我的光挡住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 我的 我的这个眼白 那它一定上面会有一个投影 这个投影的颜色是一个灰调 所以我刚刚是有顺着整个上眼皮轮廓 给它把这个眼白画了 眼白的投影画出来 我刚刚是顺着整个五官哈 好 然后眼头眼尾 加一点点这种红色 眼头眼尾稍微会红润一点点 眼头眼尾会红润一些 要加一点点这种红色 让它更加有血色一些 让它更加有血色 显得气色更好一点 眼头眼尾都加啊 加了之后也可以用这个芬燃笔 清水笔轻轻地过渡一下 然后呢我会用到的是 黑色 再把它的眼线 稍微稍微地 确定一下 因为我感觉我这画的 有一点点画细了 感觉上眼皮画细了 眼睛有点小 好 这样眼睛就显得大一些了 可以把眼睛的高光点上了 点高光要用小 要用稍微小一点的笔啊 不能用太大的笔了 先点一个相对浅色的高光 这个高光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调和一下 这个颜色是浅的 不能太深了啊 这个高光的话呢 会直接连到眼白的里边 水分太多了 我继续加一点 先点一个小高光 特别小的高光 然后在 然后在 它的 黑色的 眼珠里面 也可以加一点 小星星点点的 小高光 像眼睛里面 有星辰大海 好 先是点一个 细长形的高光 然后再点一个 最亮的高光 这个高光就可以点亮一些 是不是眼睛就显得 炯炯有神的呢 眼睛亮起来了吗 以及它的眼头 还有下眼 下眼皮 这些地方好 都可以用高光轻轻的 勾一下下 这样就会显得 更加的亮一些 有没有发现 眼神变好看了 开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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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敲个一 嗯 好 现在去拍个过程图啊 等我一下 因为我们待会儿九点钟 清酒老师就要下班了 就拍不了过程图了 看一下哦 看着眼睛 好看吗 这是我们的眼珠 好 这个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 这一期的古风插画的 招生海报吧 毕竟马上二十 二十八号 就要开学典礼了 这个月夜底 下个月月初 就要开始上课咯 嗯 古风 它的 重点哈 就是在插画两个字 两个字 所以它里面 每一张画 都是要加元素的 是要有创作的 风味的 比如说这个 古风的这个海报 你看它人物上面 又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这样的水仙花 还会有一些这种 飘零的花瓣 以及会有一些云纹 这都是一些元素 它会让你的画面 显得不像是照片 显得像是一个画面创作 它很漂亮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个一 插画跟我们写实话 最大的区别就是 插画有很多想法 你有很多元素 它是一张 你独立创作的 有思维的 有想法的作品 这是我们的插画 它可以用于商业插画 可以用于做商稿 它也可以用于一些包装 甚至又作为一些书的插画 就是书的插页 你像比如说 有一些写这种小说 像古风小说的是吧 其中古代小说的 它可能里面这个男孩子 男主角 那么你就要根据文字的描述 给它创作出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 那好的 像腾讯经常就会有一些 那种连根的漫画嘛 那种好的插画师 年薪都是很高的 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的 它会根据文字所描述的 去创作出一个人物形象来 那我们的话呢 就实际堂课就要教大家 去创作一些人物形象 它不是照片 那第一节课呢 就会教大家 从最简单的思维转换 比如说画一些最简单的 一些小插件啊 小毡子呀 小扇子呀 从这些最简单的场景 那你看我们这种风景的场景练习 是不是跟我们 大家可以跟 我们有没有水彩花卉 跟水彩风景班的同学 有的话敲个一 你们看水彩花卉跟风景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场景的 对不对 这都是自己创作的 你说谁会在那个桃花上面 不是 玉兰花上面挂一个这么 有小小的小灯笼 那它这是一种意境跟氛围的营造 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意境 你们看很多 尤其是像真世民眼罩呀 还有一些 像百雀林啊 百雀林的面膜呀 它上面都会有一些古香古色的插画 那这种插画都会通过一个背景去营造氛围 如果你们有意识的去 关注国潮跟古风的插画创作 你就会发现 它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 好 然后后期就会教大家一些山水的 跟一些仙鹤 你看这个仙鹤 这样的创作 再到最后 我们要结合我们前面所学的元素 什么是元素 好 你像我们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水波纹 它就是一种元素 那这种元素你怎么画的好看 是吧 你这元素你们看一看 就是这种水波的感觉 同样都是这种扭啊扭的线条 但是它跟头发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对的话敲个一 同样都是这种扭啊扭的线条 你没有发现它跟头发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这种你怎么把元素提炼出来 云有云纹 我们我们叫做文样 云纹 火纹 然后水纹 那这都是一些文样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元素 比如说仙鹤呀 燕子呀 等等等等 我们古风课应该有好多同学都报了吧 报了咱们古风课的同学敲一个二 马上就开学典礼了 到时候我有很多这种 因为你知道吗 创作真的是要有看家本领的 就是你要收集很多有效的元素 然后教你们怎么去找元素 这些东西都是很值钱的 我要给你们 这不是关门地子真的不能教的 这个东西 你像这种水锅纹 我有很好的素材 是你们在网上都很难找到的 开学典礼的话是28号 然后再开始 就是咱们的一些场景创作 人物一些主题创作 中秋主题 再到最后的大幅场景 人物练习 中间的话呢 会有一些这种人物的完整示范 然后再到人物加背景 再到上半身加背景 像这些人物的话都是从简单到难的 那我们五官跟手到时候 我会局部教你们 学会了的话就会很简单 那我们这个介绍就看到这里 继续画画 我的画回来了 想要报名的话 找唐唐老师咨询报名 看着看着这个人 发现没有体积感就越来越强了 你看着看着他敲咪咪的 就发现越来越好看了 有发现吗 好 我要开始去画更加细节的内容了 我要给他把头发画了 我不是 画眉毛 说错了啊 眉毛也是从浅色画到深色 你看我这边是有用好几只勾性笔的 不同的勾性笔能画不同的效果 从浅色 眉毛是一根一根画的 从浅色画到深色 不要着急 一下子颜色画很深 慢慢慢慢加深 好 这是一层浅色 然后慢慢慢慢加深 一定是从浅色画到深色 注意了啊 记住了 好 这边的头发 我也说错了 这边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眉毛颜色会浅一点 我就换了一只笔啊 这只笔会更加细一些 你看我们讲不讲究 画个眉毛 都要换笔 左右眉毛的韵笔都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优化的听家 也是咱们自己的笔 画这种勾线啊 细节会很好用 我今天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那个女孩子嘛 那个头戴皇冠的女孩子 基本上她的勾线 就是这只笔完成的 这个男生的眉毛好粗啊 毛发相当旺盛 好羡慕呀 因为我的头发就很少 好羡慕头发多的 颜色是慢慢慢慢加深的 开始慢慢加深 换眉毛的话是两头青中间重 素材图的眉毛是相当相当相当粗的 那我们再加宽一点点把眉毛 往外扩一点点就好了 把线条往外再拉一拉 它就加宽了 会画眉毛的同学 一般自己化妆也会画啊 这个知识点都是 都是有 有 相似之处的 只要你的勾线笔够细 那么这种毛发是很简单的 前提就是你的勾线笔要很细啊 你如果说这勾线笔很粗的话 它画的就不好看了 这眉毛画完之后 是不是整个人的精神器又不一样一些了 是不是呀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古风 给大家回顾一下步骤 就是先做大背景 做它的氛围 我们说叫做氛围 就是要做氛围 把整个画面的氛围感做出来 做出画面的氛围感之后 就开始进行细化 就把人物的五官呀 还有头发呀 进行一步一步的细化 但是氛围感是最重要的 好 眉毛一画 又变好看了 你会发现 我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 不停的让这个画面 变得再好看一点 再好看一点 再好看一点 双眼皮加一加 双眼皮加完之后 会很突兀 一定要记得又用你的清水笔 清水笔可是一只好东西啊 千万要 清水笔要利用好了 清水笔可是你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物件 好 好 清水笔过度一下 眉毛又变得舒服了 以及 人物的眼睛眼皮 呀这个笔太细了 忘记换笔了 这笔太细了 没法用 换下笔 看成梦新河 梦新河 这是一个紫色调 紫色调把它的卧蚕画出来 什么是卧蚕呀 就是眼睛下面有一个像是眼带是吧 我们说眼带 你看 有一个胖胖的 眼带的感觉 给它画出来 画了之后 一定要记住用清水笔过度一下啊 要不会显得很丑的 清水笔一定要过度的啊 清水笔一定要过度画完之后 清水笔是非常关键的 有谁转让 什么转让 报名要转让 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 报名的时候价格便宜一些 然后现在想报了 你想要别人转给你是吗 之前好像有一个学员 他是家里实在太忙了 开快餐店的 报了这个股风 然后他又舍不得退 就问 就问有没有同学要学的 他就转让 所以转让这个词 应该是这么来的是吗 是哪个学员 哪个我忘了 他当时就说 说是 战阳 我电话在抢 你帮我接一下 我待会可能有个朋友要过来 在那里充电 在我桌子上 把鼻子画得再有体积感一些 是不是 看着看着鼻子的体积感就 拱起来了 有没有 颜色 颜色再加深一些 还在加深一些 鼻子 鼻子一般鼻头 鼻头画红红一点点的 画成红红的 也会很好看的 就显得有气色一些 一定要记住 右边的这个眼眶也要加深 你看 右边眼眶这里 一定要加一个眼眶的面 就是眼眶要凹进去 它才显得有体积感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边加了之后 感觉鼻子更加立体一些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话敲个一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 就是你的眼眶 要给它加了之后 体积感又会更加强烈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也要加一下 刚刚所画的 好 还有哪里 还有它的人中啊 人中的侧面颜色加深 好 人中的暗面呀 你看暗部颜色 你看暗部颜色 人中 这样子嘴巴就能撅起来 嘴巴撅起来 就是嘟嘟 嘟嘟唇唇 嘴巴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像是画这样子的写实画 就真的像是画化妆一样 跟化妆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 男孩子跟女孩子 会有一些差别 男孩子的这种上色 跟女孩子的上色 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好 男生的嘴巴 尽量不要画得太艳了 画得太艳的话 显得有点 有点 也是 娘 我发现我对娘这个事情 就非常的抵触 因为你们之前老说 我画的人有点娘娘的 我现在是很刻意地 去避开这一点 之前 爆的便宜一些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诱化所有的课程 尤其是首发的课程 它会 价格的话 就会优惠一些 第一次 也就是说第一次上线 第一次上线呢 通常就是三天 会有三天的优惠时间 好 把它的整个面部轮廓 这里要再重新勾勒一下 因为这个面部轮廓 颜色化浅了 就有点形看不准了 哎呀 这个不好勾啊 把画面转一转 转一转 转个圈圈 怎么好运饼又怎么来啊 好运饼又怎么来啊 屏住呼吸 不准出气 因为出气就会手抖 手抖的话 线条就不直 线条就不直 就不好看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你觉得 有没有被惊艳到 好 记住哈 下巴下面也要有一个小灰面 这样子就会 你看加了这个小灰面 就会让嘴巴显得嘟嘟的 这里这个细节很重要 点个小高光 给嘴巴点个小高光 高光的话 一般就是先点颜色浅一点的那个 然后再点颜色浅的 然后再点颜色浅的 好 在古风插画里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这是一些古风插画里面特有的特有的技法 一般会在它的轮廓的时候去勾一个这样的白色反光线条 它会让人物的面部更加的透气 这是古风插画所特有的技巧 有没有感觉 好看 好 鼻子上的高光 也是需要给它过度一下 不要太白了 好 通常它的鼻底也可以加一个这种白线勾一下下 也会显得更加的有结构感 有没有感觉就是那种 有那种水光机的感觉 加了这种白色之后 有的话敲个音 就很透啊 特别润啊 包括双眼皮 这也可以加 特别的润 特别的透 很舒服 像是今天应该是画不完的哈 它太多细节需要细化了 是一步一步完善的 不是说一下子我想 出的一下就能搞定得了的 不是的啊 来耳朵的体积感一样的 分染 先把所有耳朵有肉肉的地方 就是肉嘟嘟的地方 给它上一笔颜色之后 然后分染 那耳朵它就会显得红通通的 显得润润的 有体积感 看到了吗 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体积感了 很神奇啊 好 脸颊这里 我也是让它体积感足一点点 所以我也是给它上一点点颜色 没有这个还要 至少还要画一节课 才能更加完善 给你们往细的看 给你们看细的好吧 今天我就把这个睫毛画完 我就下课了 你们画个睫毛 画一个美丽的睫毛 你们看好看吗 这个画面 是不是跟我们昨天的画不一样 你看我们上一节课画的是这样子的 也不一样不 是不是不一样呢 其实风格不一样啊 下次播也是这个时候 下周的这个时候 首先是它的眼线 双眼皮线有点太弱了 轻轻地再加强一下 把它的双眼皮的感觉 画得再强烈一些 你看这个双眼皮 又是白色 又是深色 所以它的层次感 就会显得很强 那直接加黑色啊 上一节课的睫毛呢 我是画得往天上翘的 就是那种翘着的 这一节睫毛的话呢 我就想画得忧郁一些 给你们看 不同的睫毛 气质就不一样 很神奇的 你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睫毛 是那种往天上翘的 有没有 看得到吧 应该 然后你看我们这 这张睫毛哈 我们就画成那种 忧郁的气质 它是往下搭的 用更加 你看这种笔 是很适合画睫毛的 因为它的笔肚子 你看笔肚子胖胖的 然后笔头尖尖的 它的蓄水能力就很好 之前那个太娘了 看一下啊 哎呀 这里多画了一点点 洗掉它 这里一不小心 多画了一点 让它沾掉一下 嘿 洗掉之后沾一下 嗯 现在只画了 只画了一层 好不明显 我们画得再明显一点 看一下 是不是气质 不一样一些了 有不意向的话 敲个一哦 它这个睫毛 就是往下的了 也挺像范城城 不像吧 范城城眼睛是 它是偏向那种 单份眼的感觉吧 它眼睛没有这么霜吧 下睫毛不要忘了 画下睫毛 就是比较的 潇洒随意一点点 画下睫毛的秘诀 就是一定要快 就是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下睫毛 下睫毛 只要画的快 效果就好 嘴唇缝 再加深一点点 再加深一丢丢 把双眼皮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 眉毛要继续加深 眉毛又画一点点 我们这些细节的话 就等到下一周 咱们再来继续啊 我画了 再画就没完没了了 没完没了 好啦 那我们睫毛也就画完了 两个睫毛的风格 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缩小看一下 同样的一个素材图 因为我们的处理 主光的方法不一样 主观处理的 主观处理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主观处理 不一样 就导致了两张 是完全不一样的 画面效果 这就是学艺术的好啊 学画画的人 其实你是对于 你的画面来说 你就是上帝 你可以把画面 创作成任何 你想要创作成的样子 只要你愿意 想不想也体验一下 当上帝的感觉 想的话敲一 不想的话敲二 反正我是挺享受 这种感觉的 我很享受这种 当上帝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nice 让上帝的感觉还不好 那还得了啊 是不是 看一下 不同的风格 那这个画还是没有进行 进一步细化的 还有很大的塑造空间 我们下一节课继续塑造 这个鼠标 这个鼠标 因为我平常画油画 就会脏脏的 油画颜料 经常会碰到这里 碰到哪里 喜欢吗 你们是喜欢 左边的动漫风的呢 还是喜欢 右边的写实风的呢 喜欢左边敲一 喜欢右边敲二 都可以尝试一下了 这很好玩的 我觉得 嗯 试试不同的风格 也能改变一下心情 对不对 都喜欢二啊 可是我觉得一 我更喜欢一一些 我喜欢一一些 还是说你们喜欢这样的 喜欢三 喜欢三号 三号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会有一点点抑郁风情 那这种就是绝对的插画了 百分之百的插画 这种是没有授权的话 是绝对不可以上用的 甚至转载都不可以 我都是可以告人家的 因为这是纯创作 还有这样的 这都是属于插画风的了 喜欢三吗 这都是偏创作的 我画人物的话 我个人会喜欢画的有点 媚 媚态百姓的感觉 那这种风格不一定大家喜欢 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 但是这种创作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创作出自己任何想要喜欢的效果 学会了古风插画 就是说你每一种风格你都可以画 你看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看到了吗 你看我们这风格很不一样 但是每一种风格你都可以画 想画成什么样都可以画成什么样的 它的背后的那个逻辑跟理论 是可以套用任何的古风插画的 只是风格不一样而已 千人千画 我上课的话呢 就会交偏向于这一种 上课的时候会相交偏向于这一种 但是这种上面我可能会什么 我会加一个仙鹤啊 加一个燕子呀 再加一些柳枝桃花呀 你们想想这个意境是不是更足一些 加几个仙鹤白鹤少年就有了 那那种像一些动物元素的处理 就会更难一点点哈 你像我们公开课就不画那么复杂的 想不想以后也在你的人物上面画一个 仙气飘飘的仙鹤 你看这个仙鹤就这样的 到时候会跟会跟结合哈 我们这节课这一期的插画课程会交到有仙鹤 仙鹤的话也会跟一个人物进行结合 你们看这个背景跟这个人物一重叠 这个气氛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你所表达的画面感就不一样了 好看不 记住插画所对等的就是你的思想 或者说是你的想象力 你的想象力越扩散 你的想象力越强 你的插画就会画得越好 它的商业价值就会越高 好的 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刷一个鲜花 我们插画课程下个月就正式上课了 想要加入进来的话呢 就联系客服老师 又画23 或者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可以加到客服老师 这个颜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开学典礼的时候 我详细教你们好吗 它的这些工具材料相对复杂一点点 我要详细地给你们讲一下 但是它又没有绝对要求说 必须要用哪一个 又没有这种要求 先不急 因为开学典礼 举办之后 会有一周的时间 让大家准备材料 这样子时间是很充足的 不用担心 28号 小心 记得在群里看通知 这样看着肯定会有点难的 因为你们你看 单独五官也没有学 头发也没有学 然后实话技法也没有学 人物处理也没有学 元素创作也没有学 肯定难呀 我说了这个肯定就是有难度系数的 你就门外看热闹嘛 门内的话我们就是看航道嘛 等上课了之后 你们一定不会觉得难的 古风插画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课程 但它不是一个难的课程 走咯 拜拜 你看不行 你们说难 我这个一定要给你们说行 你们说 你们说水彩湿化人物难不难 大家觉得水彩湿化人物难不难 觉得难的话敲一不难的话敲二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学员一个半月就画水彩湿化人物 就一个半月哦 你看他一个半月他有画的多厉害 越是在你们眼里面最难的水彩技法 在专业老师的手上 其实他是最能够跟别人拉开水平的 就是可以把别人甩开一条街的 这种画应该是所有的小白几乎都画不出来 你靠自学几乎是学不会 你们看一下 这是水彩湿化 我给你们看几个很厉害的啊 一个半月的时间 你看 也可以画得很好很美呀 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哦 我们水彩课程只学了一个半月 可以看一下 美不美 水彩湿化其实对于普通小白来说 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难的课程 基本上是自学学不会的 就我不是吓你们哈 你们自己有试过水彩湿化的话 你就知道 可是在我们专业老师手上的话 一个半月就可以画成这样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暗列呀 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上课时间 你看从第一次课 从画嘴巴开始 那么一开始像你们画画的时候也会很崩溃的 像画这种嘴巴也是画的不是很好呀 一开始也是很崩溃 你看这个时间 这是4月8号上的第一节课 然后再到我们整个课程所有的上课作品完成 这是超许时机法 超许时机法最后一堂课 6月20号 两个月的时间 厉不厉害 觉得厉害的话就敲一 水彩它是一个我很能放出狠画的课 就是说你只要来班 我就能够让你画得很好 而且是短时间以内 但是像油画呀 彩千呀 素描这种课 我就没办法放出那么狠的画 因为水彩是一个技巧型的画种 技巧型的画种就是老师有很多压箱底的知识点 这种压箱底的知识点应该是 只要只能传给关门弟子的 只要把这个压箱底的知识点告诉你 然后你画起来练一下就可以画得很厉害 然后这些 为什么这些压箱底的知识点 我不能够告诉你们呢 因为告诉你们之后 你们有一个实践过程 实践过程中 如果说你的方法 但凡有一点点错误 那么就可能会走上歪路 我们就说会 会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叫做会走火入魔 如果说你走了歪路的话 那就比我不告诉你还要好 还要不好一些 知道吧 一定要有人正确的引导 才能够把这个技巧掌握好 这是有方法的哦 好了 期待在我们的古风课程 看到你们熟悉的声音 这是水彩人物吧 你们要喜欢水彩人物的话也可以 水彩人物般的这个绘画风格的话呢 就会偏向于更加的小清新一些 古风的话会偏向于更加的优雅 跟飘逸一些 这是我们二期的水塔人物 画得很优秀的 走了啊 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再不走就太晚了 我朋友已经过来了 我要去吃宵夜了 再见 待会我们给你们发小龙虾的图片啊 我来去吃夜宵了 拜拜